今次的設計行業快速地發展 其實都開始向越來越多元化 和個性化的方向去行進 每一個人都會更加著重去講自己的故事 譬如以前的人很喜歡自己的家 會像做到酒店、做到示範單位 但現在的人反而一來就說 我不喜歡,我不想這麼商業化 我想家裡更加溫馨 更加注重自己的感受 更加著重我個人如何生活在裡面 更加著重實用性和舒適度 而在商業,品牌會更加著重自己品牌背後的理念和故事 如何在商業裡表達出來 如何增加自己在商業上的獨特性 和吸引到客戶的關注 其實現在都會比較流行一些簡約 但是加一些混搭風格 就不像以前的單純的單一種風格 科技已經進步物料的應用 其實更加多弧度的設計是更加容易去應用的 所以現在都越來越多人會喜歡做一些弧度的設計 或者帶一些弧線的元素在裡面 另外我們其實都會很關注在物料方面的應用 譬如我們會在一些創新物料的嘗試 例如我們會將一些木和石的元素 經常都會使用在室內設計的風格裡面 增加一些自然的氣息 我們現在會研發一些新的物料 譬如透光水泥的應用 或者一些泡沫類的一些沾沉的物料 就會為用家帶來一些更多驚喜的感受 其實不同的風格應用就好像剛剛說 是因為會應用在不同的用家裡面 他們會有想自己表達不同的一個個人的性格 或者如果在品牌來說 就會帶到品牌的故事性在裡面 就會增加到品牌的一個獨特度 每一間房都有自己的主題 好像這間房一樣 它就是一個花的主題 所以你會看到環繞著 會有些花繁的元素包圍著我們整間房 而去到浴室的玻璃部分 我們會有一個房一個花田的印象畫 印在我們的玻璃上面 好像被客人一直在享用自己的空間 一直在花田裡享受 而在天花的部分 我們用一些特色油漆去處理 就不同於平時的一些普通油漆 就會有帶一點質感的元素在裡面 再做一個中間有一個花的形狀 就是一個品牌裡面的一個花的圖案 它會突顯它的花的個性 我們基於這個設計的框架 就去做一些創意的想法 去想一下一些不同的元素 如何去應用 所以框架就是去做實用性的那邊的應用 創意就是在這個框架裡面去發生 那我們就可以做到一個創意 和一個實用性兼具的一個空間出來 其實我們的原則就是 想說好每一個設計空間的故事出來 其實因為每一個接觸的用家 每一個空間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發展的經驗 每一個故事 甚至乎每一個空間都有自己的獨特性 我們的宗旨就是想將這些經驗 想將每一個人的故事 每一個空間的故事 寫入去我們的設計裡面 然後將它變成一個舒服 內容、美觀的一個空間 同時間又可以掃說到 每個人自己的特色 每個空間自己的特性 以及故事的性質在裡面